我们的题目是 及100度C的热水与爱玉籽搅拌后 过滤的凝胶物也可以成爱玉洞 进一步将爱玉洞以沸水及蒸汽加热会保持原状 意外发现爱玉也可以热凝胶 有比喻传统室温凝胶可将其应用在新产品开发 并制作出爱玉豆腐与爱玉豆花 赋予新产品健康及美味特性 研究动机 一般人所称的爱玉洞是利用爱玉籽制 面部带中以水搓洗而得了橙黄透明凝胶物 其凝胶物质为果胶 课本中提到爱玉富含果胶质 可是却属于底价以及果胶凝胶 令我们感到疑虑不解 故针对影响凝胶因子进一步探讨 研究目的 许多文献中指出凝胶与水量 温度、PH值、钙粒子浓度等因子有密切关系 而课本中提到爱玉籽 与含有钙粒子制冷开水搅拌再顾虑是可行的 有别于传统方式与手挫揉后静置凝胶 值得我们去验证 并汲取从影响凝胶的因子中了解爱玉洞最适凝胶条件与特性 并应用在新产品的开发赋予爱玉型风貌 研究器材及方法 这是我们用的器材 方法由 1.影响爱玉洞凝胶因子之探讨 2.爱玉豆腐与爱玉豆花之制作 研究结果 1.不同加水量对爱玉洞凝胶影响 以爱玉籽比水等于1比60的比例搓洗之爱玉洞 经压力试验测得了数值最高 代表其质地Q弹 如图显示 2.不同钙离子浓度对爱玉洞凝胶影响 二加金属离子浓度越高 凝胶效果不一定越好 其最适钙离子浓度以0.025% 对凝胶效果最佳 如右图 而其他浓度都有破损的现象 如左图 3.果胶溶出方式对爱玉洞凝胶之影响 以手搓洗及果汁剂搅拌两种方式进行 结果发现手搓两分的话 爱玉洞凝胶状态最佳 果汁剂则是15秒 4.不同温度对爱玉洞凝胶之影响 以手搓洗方式水温20-30度C皆可凝胶 而高温70-80-90-100度C 发现80度C热水凝胶爱玉洞压力最好 100度C次值 故发现爱玉具有热凝胶性 有别于传统式温凝胶 可有此特性进一步应用在其他产品的开发 不同糖液浓度对爱玉洞凝胶之影响 糖液浓度越低 爱玉洞凝胶效果越佳 左图的话是糖度低的 右图的话是糖度比较高的 6.不同PH值对爱玉洞凝胶之影响 爱玉洞于PH值2.8可以凝胶 左图是PH值2.8 右图是其他PH值的 7.加热对爱玉洞成品质影响 热凝胶的爱玉洞于热水及蒸汽下加热5分钟不会结胶 左图是热水加热 右图是蒸汽加热 爱玉豆腐爱玉豆花 爱玉豆腐制作 利用传统豆腐的做法 的豆腐脱模后有胶状但无法成型 而改用盒装豆腐的制作方法 以爱玉籽比豆浆等于2比60的比例所做的产品 口感类似鸡蛋豆腐 质地细致但较扎实 爱玉豆花制作 爱玉豆花做法与爱玉盒装豆腐相似 只差在黄豆与水制成的豆浆比例不同 爱玉豆花制成中以爱玉籽比豆浆等于4比60的比例所做 与市售豆花相比较扎实且入口即化 居黄豆香味可谓浓醇香啊 左图是爱玉豆腐 右图是爱玉豆花 这是我们参考的文献出处 是爱玉豆花 是爱玉豆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